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三个月前,我出了个小车祸,直接被救护车拉走 小腿鲜血淋漓,看一眼都晕倒的程度 当晚的值班医生正好是江州 他个子很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鼻梁上架着眼镜 整个人十分冷漠 伤口需要先冲洗,有点疼,你忍一忍 我躺在椅子上,盯着头顶的白色灯管,大脑一阵眩晕 医生,我想吐,江州文言停下动作 长腿一伸,将垃圾搂踢到我跟前 吐吧 声音冷淡,像冰凉的生理眼水泼在伤口上,逼着你冷静 我干呕了两声,什么也吐不出来 索性往椅子上一躺,紧紧地闭上眼睛,任他宰割 呼得感觉腿上一阵顿痛,像是利刃从腿上割走皮肉 我忍不住低声喊了出来 死 医生,痛 他动作停下,转过来看着我,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上面染着鲜红的血 等不了麻药起笑了,先缝针 我又一阵恶心,他见我脸色不对,让我闭上眼睛 晕血就别看了 他怎么知道我孕血 也是,他是医生,我这副怂样,他一看就知 顾不上多想,我紧紧闭上眼睛 看不见的时候,听觉又高度紧张起来 他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进我的耳朵里 在脑中自动播放出血腥的画面 好在没一会,麻药起笑后,痛感变弱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他叫我 好了 我连忙坐起身,对他感恩道谢 他正在脱手套,微微偏头看了我一眼 镜片被灯光折射出一道寒意 我心一惊,赶紧说了声 满嘴跑火车习惯了,跟医生也胡言乱语起来 等拿了片子,江州仔仔细细看了之后说没伤到骨头 但是小腿似脱伤,仍需要住院治疗 我低声念叨着,伏大命大,只是皮外伤 他听了,又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我看不懂他的眼神,只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一生直个般怨气真大 回病房后,我妈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不想他担心,告诉他只是小伤 不必大老远赶过来看我 话一说完,我妈换了话题 开始问我明天相亲怎么办 我都这样了,还相个屁 镜头前的我气得呲牙咧嘴 谴责他没有母爱 他骂我心里没有数 一个老姑娘天天在外面瞎逛荡 不谈恋爱不结婚 质问我是不是要搞同性恋 我被骂得灰头土脸,败下阵来 正好江州过来了,他拿着输液瓶走到我床头 眼睛朝手机上瞥了一眼 我立马严肃地说,医生来了 急忙挂断电话 难堪,实在是难堪 我假装淡定地刷手机 面前突然多了一只手 修长,白皙 连指甲都那么干净漂亮 我...抬头对上江州的视线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赶忙将手递过去 他的手好凉啊 跟他人一样,没有温度 我看着江州拿起药棉 在我手背上消毒 干脆利落地一针扎了进去 技术可以吗 扎得真准 江州的视线停在我脸上 我嘴角的笑容瞬间僵住 不是,我是说你很厉害 很会打针 以前我扎针都要被戳好几次 你一次就中 完了 我怎么觉得越解释越乱 还好,他大人有大量 没有跟我计较 只是拉了把椅子 直接坐到我床边 摘下口罩问了我两个问题 被家里催婚 要不,考虑考虑我 我瞪着他看了半天 默默在心里骂了句果粹 妙极了 这冷血无情的值班医生 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见我不说话 又补充一句 成了,你不记得我了 江州看我傻了似的 丢下一句你好好考虑 转身出了病房 完全不顾我的死活 我躺在床上仔细回忆 关于他的信息 江州应该是高二的时候 转到我们班级的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不爱说话 个子高,皮肤白净 长得很清秀 同班两年 我们好像都没怎么说过话 久别重逢 老同学给我传递的信息就是 你好,结婚 想起他潇洒离开的背影 我嘴角抽搐 喃喃自语 考虑考虑 一点也考虑不了 眼一闭 睡觉 等醒来后 调瓶已经撤了 手背上贴着刘志珍 往后几天 都是江州来给我换药 我俩很默契地 没有再提那件事 可是隔壁床 多处骨折的老太太 看出了端倪 他说经常看到江州站在我床头 盯着我看 一站就是好半天 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这话着实把我吓到了 出院那天 江州一边给我换药 一边叮嘱我 这条腿暂时不能吃力 不能碰到水 一个星期后 再来换一次药 有任何情况立马告诉我 我忙不迭地点头 换好药 他的手还放在我的腿上 微凉的指尖轻轻握住脚踝 我说服自己 医生尽职尽责地检查 我不能想歪 终于 他松开我的腿 抬手扶了下眼镜 我说的是 你考虑好了吗 我愣在原地 他浅棕色的毛子里 看不出一丝情绪波动 神色自然地 就好像在问我 晚上去哪家餐厅吃饭一样 我不安地抠着指甲 不敢告诉他 其实我压根 没把他说的话当真 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 手背传来微凉的触感 让我冷静了些 我 我还没想好 我们还不够了解对方 就开始谈这种事 会不会太突然了 他没有任何不悦 语气平静地说 好 结婚的事确实要慎重 是的是的 要慎重 我们下周再谈 哇 江州掏出手机 要加我微信 让我有任何不舒服 立马告诉他 医生关心医患 我有理由不同意吗 我在他的注视下 点了通过申请 他这才收回目光 回家后 我躺在沙发上 郁郁寡欢 我的闺蜜知道我出院 带着大包小包来看我 喵喵 你瘦了呢 快来给姐抱抱 瑶瑶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俩都是不婚主义 用我妈的话来说 就是臭味相投 这次我出车祸 虽然她出差在外地 但是一天三顿电话 一次不辣 走 姐姐带你去吃大餐 好好补补 一顿饭的功夫 江州发来了好几条微信 晚上吃的什么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她 黑胡椒不要碰 我身头看了眼 牛排上确实有几颗黑胡椒里 瑶瑶问我跟谁发消息 一脸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也没想对她隐瞒 一五一十地说了 这一说 她八卦之心熊熊燃起 激动地举着叉子喊 喵喵 同学相会 能睡就睡 我们的江医生长得帅不帅 身材好不好 我服额 这是睡不睡和帅不帅的问题吗 虽然确实挺帅的 她肯定是对你有意思 你先是试水 如果她能接受你丁克 那就结婚呗 全当交个差 让阿姨省点心 我不敢问 正常男人都接受不了自己的另一半是个丁克吧 上大学的时候 我谈过一个男朋友 温柔 细心 真的很好很好 可是在她向我求婚的那天 我慌了 我不想骗她 坦白说了 我是丁克 平日里温声细语的人 那天发了好大的火 她骂我有病 不想结婚为什么 不早点说 浪费了她的感情和时间 根本不尊重她 我低着头 听她骂了很久 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口 最后是姚姚出面 帮我摆平了这场闹剧 后来 我在没谈过恋爱 急得我妈天天跟后面催 姚姚与我想法不同 喵喵 丁克不是异类 我们没有错 错的是 那些生孩子又不负责任的人 你犹豫不决 还不是对姜医生也有意思 直接跟她说清楚 她不接受就算了 愿意咱就试试 又不亏 姚姚很了解我 她说的这些话 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而且 你肯定对她有意思 吃顿饭的时间 眼睛往手机瞟了多少次 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吧 太了解我 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这时 江州的消息又谈了出来 晚上洗澡注意点 别碰到水 我看着这条消息出神 脑子里全是她那张又冷又帅的脸 一个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关心的人 却处处关心你 这样的行为 不得不说 了我于无形 我在对话框 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关掉了扰人心绪的手机 和姚姚专心吃饭 一个星期后 我硬着头皮 去医院换药 手机里躺着她一大早发来的消息 来了直接到值班室找我 言简一该 挑不出一丝暧昧的气息 我一瘸一拐 蹦出电梯时 正好碰见江州 过道里人来人往 她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刚想和她打声招呼 被身后的人一撞 眼看就要摔倒 江州动作迅速 一把接住了我 我靠在她怀里 扶着她结实的胳膊 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那个 不好意思 没站稳 我善笑着跟她解释 却不敢抬头看她 江州二话不说 直接将我打横抱起来 快速穿过人群 旁边有人问她 这是谁 我埋在她怀里 没脸见人 只听她低沉的声音 自胸腔传来 我的病人 江医生的话 不容置疑 换药的时候 江州眉头皱得很紧 沙不湿了 为什么不及时找我 就洗澡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一点点水 我拿吹风机吹干后 就没在意 自知理亏的我 越说越小声 这点小事 我是真没放在心上 可江州紧皱着眉头 好像挺严重 她检查完 抬眸轻飘飘看了我一眼 伤口和纱布粘在一起了 等下处理的时候会有点痛 你别看 疼了就喊出来 我立马点头 跟她保证绝对不发出声音 随即紧紧闭上眼睛 她动作很轻 很慢 生怕弄疼了我 其实还好 这点痛可以接受 就是时间太长 她离我太近 有点折磨人心 那个 江医生 今天太耽误你时间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江州文言起身 脱下白大褂 头也不回地说道 好啊 别改天 就今天吧 餐厅里 江州把我点的菜逐一过目 去掉一些忌口的 又点了两杯热饮 我低着头看手机 故作镇定 江州开门见山 直接问道 结婚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手一颤 手机差点掉桌子上 江医生 你开玩笑的吧 承描 我认真的 江州一本正经 看着确实不像 会开玩笑的人 我的心脏 哐当哐当 跳得跟蹦迪似的 一口气 喝干杯子里的柠檬水 视死如归地说 江州 我不结婚 因为我是丁克 他却很平静地看着我 但他说道 正好 我也不想要孩子 结婚后你依旧自由 我不会干涉你任何事情 尊重你所有决定 包括夫妻生活 我 倒也不用提起这个 如果你还不放心 我们可以拟定一份协议 江州极其认真的看着我 目光诚挚 我在想想 我妈给我推荐的 未婚优质男 在优质 比得过江医生吗 一咬牙 一闭眼 好 那就试试 江州对这场协议婚姻 只有一个要求 婚后 我们要住在一起 不论他多晚回家 我都要给他留灯 我同意了 他也按照我的要求 不举办婚礼 我妈对江州相当满意 小姜小姜地喊着 握着人家的手 感谢他帮我恢复正常 婚后 我搬进了江州的房子 一开始 我还担心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会有诸多不便 可江州回家的次数 屈指可数 通常都是我睡了 他才回来 就算早上碰面了 也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 新婚夫妻 生疏地像合租的室友 直到那天 他打电话 让我送一件外套过去 说好在电梯口等我 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电梯门刚开 入眼就是江州 搂着一个女人 亲密无间 我的心里像被刺了一下 不痛 只是不舒服 等他俩分开 看见我的时候 我朝他笑了笑 将手提袋递到他手上 二话没说 转身就进了电梯 我听见身后那个女人 问他 谁啊 我突然有些害怕 听到他的回答 希望电梯门关得快些 电梯正亮的镜面 照出我的笑脸 有些僵硬 笑得可真难看 婚前我和他提过 如果有一天 他遇到喜欢的女人 我会立马退出 绝对不耽误他 当时他轻轻皱着眉 仿佛我这个提议很过分 可最终还是说了好 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 我们短暂的婚姻就像个来不及讲完的笑话 仓促结束 回家后 我收拾好行李 将钥匙压在桌上 关上了他家的房门 直到我走 他一条解释的短信都没有 也许他正打算和我坦白 只是太忙 没有时间 现在被我看见 正好省去了解释的麻烦 再说了 我们之间也不需要解释 可令我惊讶的是 离开的时候 我竟生出一丝不舍 是可惜 自己还没来得及和他好好培养感情 真蠢 我摇了摇头 笑自己 肯定是喝婚了 接着 开了最后一罐啤酒 还未尝到酒味 啤酒罐便被一只大手挡住 是江州 他冷着脸 一副气得不轻的样子 他能找到我 肯定是摇摇通风报信 我不想理他 伸手去抢那罐酒 他长臂一举 轻松地拉开距离 仗着个子高 侮辱人 我一冲动 站起身按住他的肩膀 抬手就去够 像在赌气 也不知道这股气从何而来 还给我 江州的手很稳 左右一动 偏不让我够着 我一急 伸手推了他一把 力道有些重 江州定定地看着我 突然放下啤酒罐 两只手掐住我的腰 将我拎起来 胯坐在他腿上 这姿势太过亲密 我顿感不妙 立马撑在他肩头 拉开距离 冷声道 江医生 你这样不太合适吧 他不听 反倒搂得更紧 迫使我整个人 都贴在他的胸前 为什么要走 不走留下爱事吗 离婚协议都说清楚了 你没看吗 他挑挑眉 你说那张废纸 我扔了 他双手圈住我的腰 低声说 成苗 你吃醋了 我立马反驳 才没有 我又不喜欢你 我为什么要吃醋 他扶在我背上的手一僵 眼底涌起不悦 我被他看得心虚 垂下头 挫开他的视线 忍不住在心里嘀咕 你还不是一样 也不喜欢我 只听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低声说 以后总会喜欢的 跟我回家吧 我既然都出来了 当然不可能再回去 当下就严肃地和他声明 江医生 你就过我 我很感谢你 我们之间的婚姻 本就是一场协议 可事实证明 我们之间并不合适 该结束的时候 请你不要纠缠 那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 话没说完 江州突然收紧手臂 将我沽进怀里 低头凑近我的唇边 我顿时心提到了嗓子眼 江州 你想干什么 江州温热的气息涂在脸侧 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想吻你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我刚开口 他便趁机吻了过来 不管不顾 简直像在发泄 一吻结束 我喘着气服在他的肩头 大脑晕晕乎乎 看见树丛里 窜出一只花猫 喵了一声 竖着尾巴里 离开 也不知道 他偷看了多久 江州低头埋在我的颈窝 短发蹭来蹭去 弄得我很痒 路灯头下的影子 我们像两只 交紧缠绵的鸳鸯 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江医生 快放手 不放 放手老婆就要跑了 江州一改之前冷淡的模样 耍起了无赖 我提醒他 我们婚前的约定 不要让这段协议关系变得复杂 江州不承认 他说那个女人是他大学同学 他儿子的手术是他主刀 出于安慰 他接受了他拥抱 这个结局令我猝不及防 这么简单 我所以为的干净利落腾地方 此刻就像吃飞醋 无理取闹离家出走 这下该如何收场 想不出 索性继续埋在他肩头 当只鸵鸟 江州的手 顺着我的背下一下地抚摸着 顺得我一点脾气也没了 过了一会 他轻声问道 苗苗 气消了吗 我轻轻恩了一声 随即意识到 这是承认了我在吃醋耍脾气 立马抬头想 再和他重申一遍 却正好对上 他盛满笑意的眼睛 一瞬间 什么话都忘在了脑后 只顾着傻傻地看他 不可否认 江州长的十分和我心意 干净的眉眼 眼尾略长 平日里戴着眼镜 还遮掩了几分疑拟 此刻近距离看着 实在令人忍不住沉沦 我就是那个 色令之婚的人 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的手已经顺着他的眉眼 摸到了他柔软的唇上 江州眸色暗了暗 喉结上下滑动 我察觉到危险 迅速收手 可来不及了 他手臂一勒 我整个人贴近他的怀里 直接贴在他的唇上 看着像是我强吻了他 双唇一触即分 我红得连结实 都怪他拽我一把 不然我肯定不会扑过去 江州始终笑着 一言不发地看我狡辩 不 是解释 别笑了 都怪你 好 都怪我 跟我回家吧 我这个没出息的 还是跟着他回家了 江州今晚不加班 在卫生间洗澡 我躲在阳台给瑶瑶发信息 告诉他今晚发生的事情 他激动地打来电话 在我耳边尖叫 江医生太骚了 我怀疑他是故意让你看见那个拥抱的 我不信 他都说了只是为了安慰老同学 喵喵 你个傻子 安慰同学在哪儿抱不行 非得赶到地下停车场 等着你开电梯那一秒再抱吗 会是巧合吗 我心里也没底 可江州没有必要骗我吧 瑶瑶却不以为意 挂电话前 他提醒我小心被江州吃到渣都不剩 一阵凉风吹过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们从重逢到结婚 一直相敬如宾 他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行为 除了今晚 那也可能是气昏了头 当时那个气氛 又特别暧昧 嗯 一定是这样 江州答应过我 他任何事都会尊重我的意见 我越想越觉得是瑶瑶太敏感了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在这发什么呆呢 我一转身 就看见江州裸着上身站在我跟前 他刚洗好澡 穿着宽松的长裤 宽肩窄腰 身材劲爆 我只看了一眼 迅速低下头 你 你怎么不穿衣服就出来了 想到他平日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 一丝不苟的模样 没想到 白大褂下 竟是这般风景 江州伸手拉住我 顺手关上阳台的门 这不是穿了裤子吗 穿裤子有什么用 挡得住下面 挡不住上面啊 不知羞耻 我这边胡思乱想 他倒好 直接牵着我进了浴室 快洗澡吧 别动感冒了 说完转身出去 还替我关上了门 我 原来是我在自作多情 洗到一半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他今晚没在客房的卫生间洗澡 该不会也要睡在主卧吧 等我磨磨叽叽 洗了一个多小时出来后 江州已经睡了 他侧躺在床的里侧 站地很小 睡姿也很好 我想叫醒他 可看到他眼底淡淡的清黑 又闭了嘴 想到他忙了一天 晚上回来又去找我 折腾到现在 明天还要早起去医院 唉 算了 我悄悄躺到床的外侧 关了灯 却怎么也睡不着 太安静了 他均匀的呼吸声 清晰地响在耳畔 听上去睡得很熟 这可苦了我 我想翻身都不敢 怎么睡都觉得别扭 也不知道熬了多久 我困得糟不住 总算是睡了 迷迷糊糊间 感觉脸上有一样的触感 抬手挥了过去 手腕却被人握住 睁开眼就看见江州 近在咫尺的俊脸 两人面面相去 我大脑一片空白 脱口而出 江医生 你干嘛 他笑了笑 又亲了我一下 我试试看 是不是在做梦 大半夜不睡觉 偷亲我 我警觉地朝后退了退 离开他的怀抱 他从容地闭上眼 伸手拍拍我 睡吧 梦里继续 我 我不敢相信 他半夜亲了我之后 真的就接着睡了 剩我一个人彻底清醒 我纠结着 要不要发消息问问瑶瑶 又怕手机的亮光 吵醒江州 硬是熬到了早上 江州刚翻了个身 我立马闭上眼睛 开始装睡 耳朵放大一百倍 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江州坐起身 朝我这边挪了挪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 落在我脸上 忍不住有些紧张 夜里看不见 他亲我的时候 倒也不觉得多尴尬 此刻青天白日的 我有些羞耻 江州俯身靠近 我紧张的心脏 都快蹦了出来 他在我额头 落下一个温柔的吻 又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 悄悄地起床离开 门咔哒一声关上 我直接钻进被子里 无声尖叫 瑶瑶说得对 我完了 我才是那个禽兽 那一刻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江州这样一个证人君子 而我呢 我一边刷牙 一边痛斥自己 心思不正 成鸟你个大色迷 很久没有谈恋爱 看到帅哥就把持不住了吗 人家真是说到做到 都躺一起了 也就是亲亲脸蛋 好纯情的江医生啊 我羞愧地红了脸 喜心革面后 我端正了 对这场婚姻的态度 还是把江州 当作好室友吧 这时 我妈打来视频电话 开门 我一头雾水地 看着我妈 拎着大包小包进屋 妈 你怎么来也不说一声 我去接你啊 她冷哼一声 谁指望你这个 没心没肺的 还是我女婿好 叫车给我接过来住两天 这件事 我一点也不知情 悄悄发消息 问了江州 她的回复是 咱妈不放心你 让她来看看 结婚的时候 我执意不肯办婚礼 我妈就有心结 她嘴上说着 小江这好那好 可还是担心 我会被江州冷落 受她欺负 我抱着她的胳膊撒娇 被她一把推开 快来厨房帮忙 我带了好多菜 晚上小江回来吃饭 说起来 我和江州 还没在家一起吃过饭 晚上 我妈忙活了一桌菜 江州还开了一瓶红酒 说要陪我妈喝一点 酒过三旬 我妈开始上课 苗苗 你也老大不小了 要生孩子就趁早 我还年轻 可以给你们帮忙带带 中午的时候 她就提过这事 劝我快点生孩子 稳固婚姻 她不知道我压根 不想要孩子 一直以为 我只是不想结婚 可她的暴脾气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和她说 事情解决一桩 又来一桩 迟早要和她坦白 犹豫间 江州接过她的话 妈 是我的问题 我不能生 这话一出 我震惊地看着她 我妈脸色变了又变 最终眼神落在我身上 像在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也没想到 她会把责任 揽到自己身上 整个人都傻掉 妈 不是这样 江州的膝盖 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像个没事人一样 倒满红酒 妈 你放心 我已经在置了 只要淼淼不嫌弃我 我会一辈子对她好 接下来的饭 只有江州一个人 吃得津津有味 不停夸我妈手艺好 饭后 又主动帮忙收拾 我妈还是心疼了 放着我来吧 你是医生 这些活伤手 你快去歇着 江州今晚有些喝多了 我扶她回房间休息 门一关 我立马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说 她漫不经心地笑了一下 说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我妈不会盯着我念叨 淼淼 有些事情和长辈解释不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要她看你过得好 以后慢慢会接受的 可她本不用受这委屈啊 我妈该怎么想她呀 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听我的 别让妈妈知道 我骗了她 厨房里 我妈心是重重地刷着碗 那盘子都洗了四五遍了 见我过来 立马放下抹布 将我拽到一边 巧声问我 成鸟 你结婚前知不知道 她不行 我 什么行不行的 我也没试过 我怎么知道 你个傻孩子 她这是骗婚啊 长得一表人才 怎么就 她懊恼地说 自己没替我把好官 被江州的外表欺骗了 都怪我 小江这么好的孩子 到现在没结婚 指定有点问题 我怎么就没想到 又问我 这病能不能治好 我心里也乱糟糟 还是顺着江州的意思 安慰我妈说 可以治好 也对 现在医疗那么发达 小苗 你真想好 要跟她过一辈子吗 如果你想离婚 妈支持你 我没想到 一直盼着 我结婚的妈妈 会支持我离婚 也许妈妈都是这样 推着自己的孩子 向前跑 发现跑错了路 就劝她回头 告诉她 有妈妈在的地方 就是退路 妈 我不离婚 江州对我很好 没有孩子 我们一样会过得幸福 我妈魂不守舍地点点头 一个人嘀咕道 先治着 实在不行 你们领养一个 结婚哪有不要孩子的 我回房间的时候 江州正躺在床上看书 她看我脸色不好 坐起身问道 怎么 没露线吧 我摇摇头 坐到她身边 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江州 对不起 连累你被我妈误会 她笑着说 没事 我却一阵心酸 我一直认为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该有孩子来捆绑 就像瑶瑶说的 有孩子 该出轨的还是出轨 虽然我们说 好不要孩子 可我也不想 让江州一个正常男人 背这样的黑锅 是我太自私了 她牵着我的手说 渺渺 我真的不在意 日子是我们两个人过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心中一阵动笼 在眼泪掉下来之前 跑开了 我去洗澡 江州在后面倾笑出声 这次洗完出来 江州没睡 她靠在床头 眼睛一路跟着我到梳妆台 我磨磨蹭蹭 不好意思过去 她也不催 跟看戏似的 等我主动过去 时间不早了 你快睡吧 明天还要上班 我说完 赤溜钻进被窝 背对着她 紧闭双眼 她伸手关了灯 躺到我的身边 过了一会 她呼吸平稳 应该是睡了 我小心翼翼地翻过身 趁着夜色 偷偷看她 越看越满意 想到她今天 维护我的样子 忍不住勾起唇角 既然她已经睡着了 我悄悄靠近她一点 应该不会被发现 我刚挪了一点点 江州长臂一身 一把将我捞进怀里 在末几天都要亮了 你竟然装睡 不装睡 老婆不敢过来 什么老婆老婆的 喊的人怪不好意思的 江州睡觉不爱穿上衣 此刻怀里热乎乎的 我忍不住蹭了蹭 不怪我 是她主动抱我的 我拒绝她 她会伤心的 心安理得地 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 江州大手 压住我的头顶 声音有些低呀 别乱动 我以为是她不喜欢抱着睡 正要从她怀里钻出来 又被她抱得更紧 江医生 几个意思啊 她整个人贴过来 哑声说 我说不行是骗骗咱妈 你不会也信了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 她滚热的体温贴过来 我自然明了 此刻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那 那怎么办 问完我就后悔 这种问题让江州怎么回答 她的手又顺着我的背 下下地摸着 你不愿意 我不会碰你的 不是 怎么把决定权交给我 我一直不坚定了 你 你别摸了 她很听话 手停在腰上不动了 可掌心的热度 从薄薄的睡衣传过来 她肯定是故意不穿衣服的 故意洗得香喷喷 躺在我床上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想通后 我大胆地伸手搂住她 在她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我 我们是合法的 江州眸色暗了暗 二话不说 翻身压住我 拿回主动权 她身体力行地证明 江医生狠行 我求饶 够了够了 你明天还要上班 她缠着不放 明天放假 再来一次 第二天一早 我妈说要回家 我拉着她的手 想留她再住两天 她不肯 执意要走 你爸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她一提起我爸 我就没话说了 我对她没有感情 也无法理解 我妈是怎么原谅她的 她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这两年身体不好 倒是又回到我妈身边了 我求助地看向江州 希望她能帮忙劝劝 她却好像早已料到 接过妈妈的行李 说开车送她 妈妈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俩 妈想明白了 只要你俩能过得来 别的都不重要 一句话惹得我想掉眼泪 江州搂住我 笑着说一定不会辜负我 送走妈妈后 江州说开车带我出去转转 难得她休息 我自然不能扫兴 好的 一切听江医生安排 车子停在一栋熟悉的建筑前 我诧异地看向她 江医生 你来学校干什么 她笑而不语 拉着我下车 寒假期间 学校空无一人 门卫大叔 缩在港亭里值班 我扯了扯她的袖子说 喂 学校不让外人进去的 没事 去问问 不能进咱们再走 江州让我在旁边等着 她去敲保安室的门 我看见保安大叔 热情地和她握手 目光朝我这边扫了一眼 很快 江州朝我招手 我小跑着过去 大叔还真定你开门啊 江医生 你是不是会录她了 江州笑着说她经常回来 大叔认识她 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我一次都没回来过 心里忍不住好奇 学校有什么 值得她流连忘返的 我也与她说 江医生 没想到你这么念旧呀 她深深地看我一眼 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生 就是在这里 哈 果然 我就猜到 肯定是跟女孩子有关 兴奋的八卦 谁呀 谁呀 是不是咱们班的班花 她摇头否认 那是隔壁班的 那个长腿美女 她还是摇摇头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 神神秘秘的 不说算了 寒风吹过 我吸吸鼻子 江州牵住我的手 放进自己外套的口袋里 我朝她笑笑 谢谢江医生 你真体贴 江州也笑 看得出她 今天心情很好 我们顺着空旷的校园 一路走一路回忆以前的校园生活 我的高中记忆 很少有关于她的 印象中 她就是个很低调的尖子声 那时候 班级座位是 每个星期调动一次 隐隐约约记得 我还和她当过同桌 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估计江州也忘了 等到了班级 一些熟悉的场景 自动在脑海中播放 我不禁感慨到 没想到时隔多年 江医生 你会成为我的人 早知道高中的时候 就把你拿下了 白白浪费这么久 江州笑着说 是啊 委屈你了 她拉着我站在窗外 指了指靠墙的位置 淼淼 你还记得吗 第二次模拟考试结束 我和你当了同桌 啊 原来是二模后的事情 哪为她记得这么清楚 那时候我父母在国外 每次打电话回来 只会问我的成绩 我好像一台机器 每天只知道学习 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 说着 她低头看了看我 可是淼淼你不一样 你和我同桌第一天 就跟我分享了你的零食 啊 是吗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 可江州温柔的眼神 都快溺死我了 我只得硬着头皮 听她说 一边拼命搜刮着 有关她的记忆 体育课的时候 我坐在一边看书 你笑着走过来 说总看书对眼睛不好 短短几天而已 我做了这么多事吗 我尴尬地硬喝 是啊 是啊 我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她笑得无奈 这些小事 你应该都不记得了吧 我 看破不说破 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 她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早已猜到她的用意 可我不想问她的过去 就像她也不过问我的事情 有些痛苦只属于我们 不需要和别人倾诉 我朝她做了个鬼脸 拽着她离开 好啦 是我不对 没有多关心 弱小可怜的小江医生 为了弥补你 请你吃大餐 刚走到校园门口 外面下起了雪 我和江州不约而同地 看向对方 在彼此的眼里 看到了温柔的爱意 江医生 你不看电视剧吧 出雪的时候 最适合接吻了 说完 我点脚还住她的脖子 响亮地亲了她一口 亲完就跑 边回头看她一副 无可奈何的模样 江州三两步追上我 将我困在她的怀里 低头亲了下来 老婆 这才叫接吻 翻外 我的老婆不想生孩子 我好不容易把她骗到手 自然顺着她的意思 说自己也不喜欢小孩 这话半真半假 她信了就好 今天值班 我又想到她那天受伤的样子 白皙的小腿上 鲜血淋漓 皮肉外翻 幸好那天是我在 看见她疼得想哭 又拼命忍住眼泪的模样 我心里堵得难受 伤口很严重 我每逢一针 都跟得痛一分 可她似乎不记得我了 客气地和我道谢 她回病房后 我忍不住又去看她 去护士站拿了她要用的药水 借书液的理由 再去看看她 没想到意外地听到 她妈妈在催婚 原来她还单身 太好了 我还有机会 看她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 我决定直接问她 显然 她吓了一跳 看到我摘下口罩 人都傻了 傻乎乎的样子真可爱 我想捏捏她的脸 忍了又忍 让她考虑考虑 快速离开病房 待久了 我怕我忍不住动手 住院五天 我每天都主动申请值班 趁着晚上她睡了 才敢光明正大地好好看她 隔壁床的李奶奶 每次都装睡 老人家就是爱看热闹 这次住院就是凌晨四点多 跑出去看人家出病 被车撞了 不过无所谓了 暗恋她这么久 被人发现是迟早的事 她最后一次来换药的时候 差点摔倒 幸好我接住了她 我不悦地瞪了眼撞倒她的人 一把将她抱起 她好小一只 害羞地缩在我怀里 那一刻 我决定就是死缠烂打 也要追到她 或许是上天垂帘 她答应了 她说以后不要孩子 问我能不能接受 真傻 孩子哪里有她重要 哪怕是协议婚姻 我也心甘情愿 我答应她 不会干涉她的自由 每天上班都想着快点下班 想回家看看她 看她笑着跟我打招呼 每次回家 我都会在楼下看一会 那里有她为我留的灯 到家后 看见玄关处 放着她的鞋子 再辛苦 都不觉得累 三个月过去 我都没有抱过她一次 每次都深夜回去 悄悄看她一会再走 偶尔几次留宿 她醒来看到 我会有些慌张 我知道自己不能急 可还是想试探一下她 结果 完脱了 做完最后一台手术 我只想回家看看她 却看到桌上是 她留下的离婚协议书 她说 我在开玩笑 声音听着那么脆弱 我第一次着急到情绪失控 找到她的时候 我已经在脑海里 想一百种留下她的方式 每一种都上不得台面 她喝了酒的样子真可爱 气鼓鼓地嘟着嘴 多看一眼都是挑战 我从来不是君子 如果可以得到她 我什么都会做 她不会知道 我的手机里 存的都是她的照片 从高中开始 每个寂静的深夜 我都会翻出来看看 我总是孤独一人 麻木到失去自我的时候 是她无声地陪在我身边 执念一旦生成 便深深扎根 我想 我会沉溺在她的一批一笑中 终生沉沦 优优独一人